快乐小熊 熊妈熊爸在城里打工 熊熊跟奶奶住在乡村 当留守娃娃 村里有不少留守娃娃 大家常在一起玩 像亲密的小哥哥、小弟弟 有时奶奶做了点心 熊熊也会快乐地 请小哥哥、小弟弟们一起吃 今天是熊熊的生日 好吃的东西特别多 但奇怪的是 小哥哥、小弟弟却一个也没来 更让他大吃一惊的是 电视里居然在直播他吃西瓜 熊熊虽然还小 但他知道拍电视要有记者 还要有摄像机 但家里只有他和奶奶 记者一定在躲猫猫 这事情真是好玩 熊熊找来找去 发现床上有个可疑的绿皮 大冬瓜 哈哈、不是什么冬瓜 也不是记者 是绿裤子珠珠的圆屁股 熊熊继续找呀找 发现西瓜上 有可疑的瓜子 亮晶晶 难道这是记者的摄像机? 哈哈、是青蛙 把西瓜掏了两个洞洞 它躲在西瓜后面 把大眼睛转呀转 咦、奶奶头上 怎么长出了两只大耳朵? 哈哈、是兔兔 躲在奶奶背后 但兔兔也不是记者 咦、窗台上 有两个仙女式的纸人 在唱歌 祝熊熊生日快乐 小鸟和小鸡 从纸人里跳了出来 手里还拿着小小摄像机和话筒 奶奶笑咪咪地 把话筒交给小熊 让他跟爸爸妈妈讲几句话 原来奶奶和大家 都受电视台委托 拍摄熊熊的生日聚会 好让远方的熊爸熊妈放心 大家是记者团呢 熊熊拿着话筒 不停地对大家说 谢谢、谢谢 熊熊成了最快乐的小熊